我們上回有提到就是那個拍名片的部分 這邊在補充說明幾個實用的那個APP 那因為有時候我們在拍名片的時候 我們可能拍起來會是T型的 或者是我拍歪歪的 怎麼把它裁的正好像一個矩形 那麼好 弄什麼APP最容易 那其實這邊介紹兩個APP 那各有優缺點 各有優缺點 第一個來Photoscan是Google的產品 Office Lens是微軟的產品 那都有方便跟它重要的功能 來我們先看一下Photoscan Google的產品 今天我把它開啟起來之後呢 然後就滑幾個 欸欸 奇怪我現在一投影我的手機全都是 我換一個 對不起這是Apple Apple我一投影之後 現在完全跟我的手機畫面不一樣 好來換這個好了 來我這邊執行一下 這是Android手機 好來Photoscan 在這裡 我把它執行起來 好你看我現在手機上頭 對不起不是很清楚 手機上頭有一個名片 好那我現在要拍這個名片 當然你也可以橫的拍 對不起只是我的頭影沒有轉過來而已 好你看 當我 你看我現在故意給它選擇 有點T形的感覺 有沒有現在是T形的對不對 然後我按一下左邊 那個現在這下方的按鈕 好我要準備按 然後來按下去 好拍完之後 你們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圈圈 然後要我往 我的是 因為我放橫的是左上角 各位可以看到是往右下角 所以我 欸啊啊啊啊 先等一下 我動作太慢了 再一次喔 拍完了之後 他有一個圈圈 然後叫你 你就循著箭頭 往箭頭的方向走 欸那這樣子 你看我 我接下來 我都不用按喔 我只要移過去 圈圈放在 那個時心的圓就好 然後循著箭頭 走到我該要的地方 欸可是你看 像我現在走到那個地方 我那個名片 名片 被裁掉一半了 沒關係 無所謂 然後它不是打勾勾了嗎 打勾勾了之後 你再去點一下這個 來 呃 各位看一下 可是 這個 欸你不是說會裁 會自動裁嗎 因為它沒有偵測到 因為周圍的東西有點太像了 像這個顏色白色的 有點太像 它就不會自動裁 那不會自動裁 等一下會再跟各位講 要怎麼裁 我現在再換一個好了 我把我稍微移 我移到桌子好了 移到桌子 這比較 那個對比比較強烈一點 我重來一次 我再試一次喔 我放直的好了 既然我就放直一點 各位看 我現在要拍這個 至少你看 桌面跟這個名片 對比比較強烈 再一次喔 按下拍照 好 好 接下來 它要我往 呃 居然 居然在下方 好 往這邊 你看就 圈圈移到 好拍完了 不過它好像沒有偵測到 那個 好 它還是 它這樣拍起來 還是這樣子整張的 好 等一下沒關係 等一下會跟各位講 怎麼調整 它就會變成一個矩形的 不會是梯形的 好 過去各位如果用一般 我再近一點好了 就讓它區域 就只有這個區塊 好 我再一次喔 再一次喔 你看就 接下來都只要移過去 就好了 好 好 它打過 欸 這一次它都 不 它都 不乖了 都沒有自動抓 不然它 一般來講會自動抓 抓成一個矩形的 好 沒關係 它現在沒有抓成矩形的 等一下再教各位 怎麼抓成矩形的 好不好 各位可以 你們手上有沒有一個 方形的東西 或者手機也可以 手機 欸 信用卡也可以 喔 來 我這邊拿我的手機啊 來 我拿一個Apple手機來拍一下 這樣子比較對比 比較強烈 我不知道它到底 可不可以抓得到 看一下 對對 都要允許 有 剛開始 各位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該要允許的 都讓它允許一下 好 拍完了 哇 結果這個手機好像 欸 手機有才 才成那個了 有沒有 這個手機看起來醜醜的了 但是它已經 它已經拍 那個手機已經拍 整個已經方形的了 有沒有 就已經沒有拍到其他地方了 好 所以各位 這個 嘗試一下 好 只是因為我這個手機 反光太嚴重了 但是事實上 拍起來 至少沒有看到那個光 好 先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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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